各位乡亲父老,我没有丢马来西亚的那边 专业的就是不一样 哈喽各位朋友,现在我的人是在这个内蒙古的阿拉扇 然后在这个藤格里沙漠 然后现在你虽然看这个蓝天很蓝 然后这个阳光很烈,但是气温是不到10度的 那么我们就收到这个GWM的邀请来到这里呢 来参加这个阿拉扇英雄会 也就是一个中国一年一度很大型很大型很大型的这个沙漠越野活动 那么我们来到这边呢,就是主要是试驾这个GWM的车款 像是大家可以看到我后面有这个第二代的哈喽HX9 然后有这个坦克400,有长城炮,然后有坦克500 然后有山海豹等等等等的车型 然后在今天呢,我们就会在这个藤格里沙漠进行一个越野的活动啦 那么我相信是很好玩的 然后如果这边有坦克的车主,还有其他对越野有兴趣的朋友的话 那么这期影片呢,就千万不要错过啦 因为你可以体验到这个GWM的车款 越野能力是有多强 然后在影片开始之前呢,就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OK,那么先给大家看一看我原前这个是第二代的哈喽HX9 这个车其实在中国刚刚上市不久啦 它是一个采用这个Leader Frame车身设计的这个XUV 大型的XUV 然后它的Engine是3.0的V6 Turbo 然后这辆车呢,据说啊,未来会有规划 会进泰国跟马来西亚市场 所以如果是喜欢越野的朋友,这辆车是不能够错过啦 等下不懂有没有机会开这辆车 因为目前现场是有很多车 这边主要是Hawa H6 然后那边是这个长城炮 然后坦克400,然后有山海豹 然后那边坦克300,然后这一个哈佛的这个大狗还是枯狗 然后还有这个坦克500的那个HIGH FORD 也就是插件出混合动力的版本啦 那么其实我今天个人是很希望可以叫坦克400 或者是坦克500 又或者是这个Hawa HQ 因为其实我们昨天已经在这个沙漠进行一个越野程度 我是真的没有办法讲这样 如果你今天讲Leader Frame车子呢 它的越野能力很强的话,OK,我觉得都可以明白 可是呢,这一个Hawa他们旗下的 像是这个什么大狗啊,库狗啊等等的车子啊 或者是猛龙啊,昨天做的是猛龙 去越野,它不是Leader Frame的车子设计 可是大家可以看到远方的这个沙漠吗 这个最远方的沙漠 它竟然可以做出那种很Hardcore的越野动作 真的是很惊讶一下 看到那辆很霸气的Picatron 那一个就是山海豹 这个是目前长城汽车在这个中国市场 可以讲前纪市场啊 这个最旗舰的Picatron 然后它是这个穿越版 它的车身设计真是很霸气 有点类似像这个Ford F150的感觉 我站在他旁边我都觉得很渺小 然后我也跟大家讲一下 我身高是180度 我站在他身边真的是很渺小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我跟他的比例 这个是坦克系列呢 我自己最喜欢的那一辆车 就是这个坦克400 我为什么喜欢呢 因为我自己喜欢那种比较方盒子 然后冷冷嚼嚼设计的车型 那么这辆就基本上是那样的风格 然后其实它的车身尺码部分 跟坦克300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只是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是青色的车白 然后写这个一个High 40 就是讲这辆车是一辆插电式混合动力的车款 然后它是为了越野打造的插电式混合动力 所以跟其他品牌的不一样 例如讲它跟着一个比亚迪防尘暴暴武的设计是不一样的 然后我们看它的车身哦 往下看的话 它是一个Leader Frame的设计 所以这辆车 他们最近有给我们看了很多它的影片啊 就是它去这一个阿拉萨的这个 层哥里沙漠越野啦 就是它的这个越野能力真的超强 而且主要是它还有一个系统就是 它可以去智能分配这个电力的需求 就是他们在进行了这个沙越越野活动之外 他们去看这个电量哦 它还有剩56% 就是讲基本上 它的这个电量是放电很快回充也很快 它可以给你一个随时随地呢 都有个很充足动力 另外呢 它这辆车虽然讲 它是一个插电式混合动越野车款 可是它也是保留了这个三把锁的设计 它不像一些车呢 可以看到吗 后面是有这个Bean的 它不像一些这种所谓的混动越野车 它就是它也是OWD 但是它的前轮或者是后轮 是用电机去驱动的 这个它是真的有这个驱动轴去驱动四个车轮 而且还有三把锁 所以它的offer能力真的很强 不过很可惜的是这辆车被锁着了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带它看这个interior 但是它的外观设计我是真的超喜欢 这个机甲风格很强烈 OK这个我们该有要求一下就是可以拍到这个坦克400 这个车内的interior的设计 这辆车的这个内装我还蛮喜欢一下 它跟这个坦克300其实很不一样 它这边全面这个超大的这个触屏主机 OK这个闪动是因为我这个手机的效果 所以不是这一个荧幕在闪啊 然后还有个超大触屏主机 然后它整个的内装设计都很class 然后配上这个酒红色的leder 这个你要怎样不喜欢 然后这个排档杆就是其实跟这个坦克也系列一样 它是一个电子的排档杆 然后因为它是这个混动模式的话 它因为它是一辆混动的车型 所以它这边有着一个动能回收这些的button 然后你看它的驾驶模式很丰富 就是它可以锁直前轮4L锁后轮 然后这一个兜坡缓降等等等等的功能它有带 因为这辆车毕竟是主打一个越远 不过呢这辆车跟这一个坦克300一样 它是一个5座的车型 这个是它后面的这个座椅的空间表现 然后整个前面的座椅呢 我是让我很期待想看这辆车 前面还有抬头前置器 啊还有抬头前置器 OK接下来我们就去看另外一辆 肯定会来到马来西亚市场新车 就是这个坦克500 然后这一个就是会确定引进马来西亚市场新车坦克500 之前其实在上个月的话 他们是有安排去这个重庆试驾这辆车 可是那时候因为我有另外一个国外的活动 所以我没有在这里试驾这辆车啦 但是今天我来到这边终于有机会体验这辆车 然后这辆车如果你看它的车身尺码的话 它最接近的对手应该是Prado跟Lancruiser 它本身是介于这个Prado跟Lancruiser中间 然后它的这个外观设计其实它不大像越野车你知道吗 它就一个比较商务的车外观设计 然后它前面这个水浆护照是真的够87 超级大 当然它这样子的设计也是有它的考量 就是为了它可以让这个进风进更多 然后这个帮助这个引擎的进风效率 跟这个散热效率有进行一个提高 然后它这边有这个它的LED的头身组啦 这个是很正常的这个配置 然后当然它也是这个越野胎 因为现在他们去越野所以它是用越野胎 诶 然后它用Kitty的越野胎诶 我发现这里很喜欢用这个Kitty的轮胎 然后当然啦 这辆车你从这一个缝隙中 你可以看到它也是一个 Leader Frame 的这一个XUV 所以这个坦克系列基本上都是Leader Frame 然后呢它同样的它也是一个五座车型 它不像这一个Lancruiser给你七座 它是一个五座的车型 然后它的尾部也是背着这个小背包 这边就是它的SPEC DIAR 然后这辆其实也是一个High 4T来的 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系统 它也是一个High 4T 那么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整个内装设计啦 OK 这个就是坦克500的内装设计啦 其实中国车的设计就是很喜欢两个萤幕 就是这个前面这个是这个数位化仪表 然后很大的出屏主机 然后前面有抬头显示器 然后这辆车呢就是这个黑色跟这个Brown color的搭配 有点像这个Hermers啦 然后它的这个排挡杆设计就不一样 它就是这个水晶 因为这辆车是比较顶级的车型 比较高配的车型 所以它是配这个虽然也是机甲风格 但是就是水晶的排挡杆 然后同样的这辆是一个High 4T的车型 我必须讲哦 这个长城的High 4T High 4T PHEV系统哦 真的是一个转门为了越野打造的系统 大家可以去看它这个影片 它们那种越野啊等等等等 这辆车是经过了验证的 因为这个High 4T系统不只是 这个坦克系列或者是这个大狗酷狗H9使用 就连这个长城炮啊山海炮啊等等都有用啦 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 这个系统是它们很有新型的系统来的 当然我也是希望这个系统会来麦西亚啦 只是价格就肯定是不会便宜 然后啊这边它可能是学弄其他的豪华品牌 放一个实体的失踪 讲这个实体中放下去 你这个B格是真的满满 然后它还有很多的实体按键 然后一样啦它也是一个五座的车型 然后这个后面的空间表现是真的大 因为之前我在北京的时候 我有坐过这一台车 但是就没有开到啦 那么今天我不知道他们会安排我开什么车 我也蛮希望开到一些 这是马来西亚开不到的车 不然像是坦克300种的车型啊 我如果我在这边开的话 其实没有什么意思啦对不对 所以就是要开这种还没有开到的车型 给我们的读者看看 OK 咱们看一下 那我们现在就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昨天整个越野的过程 因为这个 strategy温可利沙漠呢 其实它是一个很光大的这个沙漠地区 然后它的这个沙土 带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它的这个沙土状态 就是这样的 很细很柔的 所以呢 你车子在这个路上行驶的话呢 就基本上 它会需要很大的 很大的牵引力啦 然后它才可以脱困 然后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呢 这辆车呢 它的这个预牵引力呢 它这个脱困的你怎么样 我可以跟你讲 非常棒 因为 我昨天 因为这个路况真的是比较危险一点 真的是你除非你是很有经验的越野手 你才可以去应付这种路况 可是我们的这一个教练呢 带我们去玩真的是玩到很爽了 就是每一个坡度 它要上去都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而且那一台车呢 基本上还只是一个普通的这个 一般的这种车身那种SUV的底盘 它都可以应付这种局面 然后加上呢 它这个系统的这个扭力分贝 是真的很 很智能 所以 基本上那个车长 它轻轻松就可以爬坡 然后在下坡的时候呢 你可以感受到 那个车子的刚性是在的 因为我们每次讲 刚性刚性 刚性主要是提供了安全性以外 就是在这个操控跟这个越野的表现了 如果在你一辆车子呢 刚性表现不好的话 那么在几次 中度越野之后呢 车身就会变成一个 扭曲出现 然后你可能关门关不见了 或者很多扎音出现 但是这个哈佛猛龙 除了在我们马来西亚媒体之外 还有在很多很多很多的人 把基本上它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是让我很惊讶的地方 因为昨天的路段是真的是难度太高了 所以对我们来讲呢 是真的可能没有办法去控制 可是今天它们就专门精心设计了一个路线 就是我们这种beginner可以去try 然后就是后面那个沙漠的地区 所以等一下我们就会去私家啦 所以大家就千万不要出过我们的 接下来就是私家的分享 OK 现在我就抢到了我这个 星星练练的坦克400 然后我们就出发去试一试这个 初级者的越野 然后这辆车 如果你看到我这个仪表的话 它的这个胎压是比较低一点的 然后刚才旁边这位师傅 有讲就是在这个沙地越野的话 胎压低一点的话 那么它会比较有附作力 比较有抓地力 OK 现在我们要出发 这个是完全在这种细软的沙子上面 我们的速度不可以太快 我大概是开四五十左右吧 然后你可以感觉到 其实这个车子 它在这个沙地上面会滑 然后你也不得不佩服这个 坦克400的底盘做得真是好 因为我还没有在马来西亚 加过这个坦克300 所以我不敢去评论 它的底盘表现怎么样 但是在这边来讲 我觉得这个底盘表现是OK 然后加上它也是一个 Overview Drive的系统 然后其实对于我来讲 这个越野如单其实真的不难 我觉得我控制的还蛮好的 应该还行啦 对不对 对 OK 各位乡亲父老 我没有丢马来西亚人那边 我觉得还好 因为真的很轻松开 这个真的是 我觉得可能 如果你是一个喜欢越野的朋友 然后你担心你没有办法应付的话 我觉得这台车应该会 让你有一个安心感 而且我觉得还蛮容易上手 虽然讲这个路段可能没有到太难 但其实还蛮容易上手的 还蛮好玩的 只要你只要那个车子是under你control的话 你就会觉得好玩 如果是不under你control的话 你就会觉得 整个在失控的边缘 还不错还很好玩 才快到终点了 整体整个下来我觉得 这个坦克400 越野能力强是肯定的 但是我觉得最难能可贵的地方 就是在 它可以让新手都可以开得很细密 这个我觉得是它最强的地方 ok 那么短短一个试驾就结束了 ok 谢谢师傅 ok 现在我就挑上来这个 哈佛的这一个猛龙 在这台车中 我就坐着这台车啦 就是去越野 当然有一个师傅开 然后我对这辆车的印象很深刻 就是因为 它不是Leader Frame的Design的SUV 就是一个可能比较城市取向的SUV 但是它的越野能力真的很强 而且它用的是这个 Hi-40的PHEV O-WD系统 然后这套系统 据说以后会来到马来西亚市场 所以我今天就要试一试这个 就是它的混动系统怎么样 那么我们能出发了吗 可以 好 那么我们就出发 前面有人 其实你坐进来这辆车之后 你会发现它的坐姿真的低 它整辆车的中心会比起这一个 坦克这种 这种Leader Frame的车身 会低很多 但是它的操控表现肯定也会更好 ok 那么我现在就加速试试看 你看 ok 我现在过这个弯道 我收点油 进去 ok 你看它一样也是过得到的 虽然讲它不是Leader Frame 但是因为还有这个Hyper T系统的关系 所以它四个轮子的旋迹性分配的很好 而且重点是 它的这一个油耗会不错 刚才据说讲它在坦克上面 可以做到8个Litl per 100km 如果在这猛龙这样子的车款上面 我觉得可能会更低 然后刚才他们有讲到 就是他们有计划会在马来西亚 引进这个Hyper T 然后我也蛮期待一下的 然后讲完这一次过后 我只可以讲这辆车的这个驾驶感 所以我比 会比起坦克400会让我更喜欢 我觉得它控制的部分 会比起坦克400容易控制一些 因为可能是真的是因为它车身低的关系 所以开起来的感觉 很像在开一般的SUV 这点喜欢 然后你可以看到 我从我的那个镜头可以看到我的steering 基本上我摆动的话 它也是一样会有那种飘移的感觉 但是 everything is under control 然后它不会讲tression不足够 然后导致那个车子卡在你里 不会 看我整个动作是很流畅的 真的有机会你们真的要试试在这个 沙漠的路段啊开动这个车子 你才会感受到这个offer的好玩 所以这台车 不错不错真的是不错 只是这台车应该不会有 right hand drive的market 所以应该不会引进 但是大家要记得一点就是 High 40我们未来应该会有 大概率会有 ok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简短的试驾 就这样子结束了啦 就是安全起见 所以我们也不可以开到太危险的路段 因为毕竟经验不足 所以大家觉得这个路段怎么样 有机会一定要试一试哦 ok 那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我们试驾环节 其实我今天开了三辆车 就是这个坦克400坦克500 还有这个哈佛猛龙 其实三辆车都有不同的味道 那么因为这个坦克500是 其实走的路线也一样 所以就没有跟大家分享太多 我重点要讲的是这个哈佛猛龙的这个 High 40系统 真的让我很惊叹 这个系统其实真的很强 然后动力输出够强 然后它越野能力 作为一辆这一个 Hybrid 的SUV 而且还要不是Leader Frame 它竟然有这样子的能力 我真的很惊讶 然后当然坦克400我也很喜欢 那么如果是荧幕前的各位 所以如果以后这个GW要引进行产品的话 你觉得引进哪一辆比较适合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知道啦 那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个人 在这个内蒙古这个 藤格里沙漠的这个 简单的这个试驾体验啦 然后确实这个经验很难得 你可以在这个大沙漠里面试驾 真的真的是 基本上没有机会啦 所以我觉得 如果有机会大家要试一试 OK啦以上就是我们这期影片内容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见 拜拜